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时候翟台长也会录制我们现场的一些视频 然后传到网上给大家看 那么IOTA海岛竞赛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大的短波比赛 它鼓励火腿们到海岛上面进行通信 并且组织一些不在岛上的电台去和海岛电台进行通信 是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么新加坡这边作为一个海岛的有海岛一个编号 但是我们这次去乌明岛上算是一个海岛远征 尽管是在本国之内 但是由于乌明岛是一个独立的岛 不能从陆地上进行交通 所以说它算是海岛远征 我们是抱着这样一个目的去那边 然后一是为了参赛 二是为了训练一下大家野外驾台的能力 然后三也是为了跟新加坡这边的火腿们 更好的进行一个增进一下友谊增进一下感情 这样一个活动 也希望大家敬请期待我们的这个比赛的视频 那么既然我们马上就要去野外驾台了 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 我们去野外驾台都是要准备些什么 这个活动其实我们准备策划期大概有一个多月 这个后来列了一个很长的单子 然后现在大家就要做准备 大家看到我现在桌子上有一个非常大的电池 这个电池非常的重 大家看非常的重 我这边搬其实很吃力 我这是负责搬这个电池的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野外驾台都需要考虑到的一些事情 都需要提前做哪些功课 然后都需要准备哪些装备 都需要注意些什么 首先呢 这个如果想要组织野外驾台 需要考虑的一些问题 最重要的就是时间和地点 时间呢大概就是说 什么时候去 什么时候回来 一般来说呢 去郊外的话 当天去当天回都是可以的 但是呢 要是想过夜 甚至是多待几天 这个就是要额外的考虑 地点的话 像这个居住在城里的火腿朋友们 一般来说就是去 郊区的这个山上 或者是一些比较空旷的地方 这些地方都是比较适合这个短播传播的 而且远离城市干扰 当然了 像我们这个IOT也比较特殊 我们这个需要上岛上 像国内呢 也有一些住在海边上的 沿海地区的火腿 也喜欢上岛上进行通连 那么不同的地点都要有不同的考虑 需要带不同的装备 这个交通工具也要适合的改变 一般来说去郊区的话要开车 也有的火腿选择做公共交通 去岛上需要坐船 然后呢 不管是哪种交通工具吧 最终总是还是要步行最后一段距离的 所以要步行多大的距离 这个要考虑一下这个体力问题 要考虑一下装备问题 装备有多少有多重 它是不是有过大或者是过长的 这样的一种装备 需要用手拿着的 背包是不是够装 最后还要考虑一下人数 是一个人去 还是说大家一起组队去 宅台长个人的建议呢 就是说 如果是去一些 比如说人多点的公园 或者说比如说找个城里面的哪些地方 一个人去还是可以的 如果要是想去一些偏僻的地方 或者说是荒郊野外 去山上去岛上 宅台长是不推荐大家一个人去的 因为如果出现一些紧急状况的话 一个人不好应付 组队的话 多少有个照应 最后呢 讲一下目的 这个目的是单纯的去野外 架台 通联 还是说就是 一次野营 然后顺带着 带着无线电设备去玩一会儿 这个都是比较轻松的 但是如果要是参加竞赛 就是另外一种模式了 因为竞赛是比较 注重于通联的质量和数量的 然后呢 是否要参加一些特殊的模式 比如说像IOTA 海岛通联或者是SOTA 这个山峰通联 这个都是要特殊考虑的事情 那么这些事情都考虑清楚了之后呢 就要列一个日程表了 这个日程表呢 从这个机盒开始 然后什么时候 机盒开始移动 到地方之后开始架台 架好台之后开机 然后呢 在通联过程中 这个吃饭 睡觉 休息 这些时间都要排好 最后关机收摊 什么时候撤退 这些事情都需要排好 当这些事情都排好了之后 我们可以说 我们的前期准备就是好的了 接下来就开始收拾东西 准备走 那么收拾东西 我们都需要带哪些东西呢 展开长这里 简单的给大家列了一个例子 列了一个列表 这里大概我分了三类 首先第一类就是电台设备 我们出门不带电台 我们就不是去架台的 对吧 电台呢 首先电台的本体 本体呢 尽量要小而轻 这个像这个FT817 它是QRP的FT857 比较小这种 还有像ICOM的一些机子 都可以进行这个 都可以进行这个 便携操作 像拾台长自己的那个IC718 718虽然拾台长 把它往外带 但是呢 一般也在楼下 所以说呢 那个机子其实 应该是用作基地台的 所以很不适合 去这个 很不适合去拿到外面去 像这次我们新加坡的几个火腿呢 我们是把所有自己有的装备都拿出来 给大家列了个表 然后我们选 哪些装备是最适合带出去的 然后选那些最适合的 然后谁负责带什么 这样的话到那边组装起来 就可以组装成一个效率比较高的一个电台 那么天线设备 同样天线设备呢 也尽量要 也尽量要便携 而且还尽量要传播好一点 就是不能说因为便携 就舍弃了天线效率 这样的话通联质量还是不高的 说到了 说完了这两个 接下来要说到电力 电台电台嘛 没有电怎么能行呢 对吧 野外架台一般来说是用的两种方式 一种是用的电池 像这个宅太良面前这个铅酸电池 这个电池非常的沉 现在一般来说呢 有这个锂铁电池 或者是锂离子电池 那种电池比较轻 大家呢 需要考虑一下 我们的电台最大的发射功率是多少瓦 然后我们大概通联需要几个小时 这样的话大概算一下 我们需要带多少容量的电池 然后我们合在一起算一下 还有一种情况呢 是发电机 发电机这个就是比较大比较沉 如果说是去一些不太方便的地方 就是不要考虑发电机 但是发电机也是一种方式 电池和发电机一般来说是大功率电台 就是像100瓦甚至更高的电台 只能用这两种方式 100瓦以上基本上是发电机 太阳灯板呢 一般来说只是QRP电池 因为太阳灯板它毕竟效率比较低 它充电非常的慢 所以说呢 如果是5瓦QRP的电台呢 用太阳灯板 加上一块小的锂电池 这个基本上是可以维持 这个QRP电台在白天的运作 接下来我们讲线缆 线缆也是非常重要的 由天线连接到电台 由电台连接到其他的仪器 包括麦克风的线 包括电键的这个线 都是需要考虑在内的 接下来呢 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仪表 比如说像天线调节器 天线分析仪 这些东西 还有像这种注波表 万用表等等的这种调试设备 都需要注意的 那么其他工具呢 就包括这个螺丝刀啦 还有像那种万用的瑞士军刀 这种小的这种仪器 如果当时天线出了什么问题 电台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现场的 进行一点小的修理 但是呢 还是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 最好是提前 把所有的设备都试一遍 所有的设备都能用 然后咱们再去 避免到现场出问题 所有东西用不了 那么就白忙活了 这个通联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 就是日志 如果没有通联日志 这个你没有办法证明 你这次通联 所以你去了 其实通了联还是白通联 这个日志一般分电脑和手写 如果说是时间短 然后呢 有电脑有电源 电脑有电池的支持 那么可以用电脑记录日志 手写日志呢 是比较传统的方式 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 这个如果用电脑长时间的话 也需要考虑电脑的电源 电源和上面一起考虑 最后呢 还是我们要讲 我们要正规通联 合法通联 所以说呢 操作证 执照等等的文件 一定要带好 像宅台长这次呢 除了操作证 执照这些东西之外 因为我们要去的是一个国家的公园 所以说呢 我们跟 我们跟新加坡这边的公园管理处 也取得了申请 所以说这个文件也是要带的 如果到现场的话 有人要查 我们把所有的文件给他们看 这样我们是一个合法的正规的 野外驾台通联活动 这个是会获得 这个会获得相关规定的保护的 那么说完了电台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户外用品 户外用品呢 就包括了这个帐篷 如果说我们过夜的话 一定要有帐篷 然后如果不过夜的话 可以选那种半开放式的 这种半开放式的帐篷 或者说是那种棚 遮阳的大棚子 或者是大遮阳伞都可以 塑料布主要是铺在地上 然后呢 做防水 也做隔热用 这个折叠的桌椅 因为大家如果席地而坐 很长时间通联的话 就不是很舒服 折叠桌椅会让大家呢 这个通联过程中舒服一些 如果是过夜的话 需要带着睡袋 然后垫子 这种东西来用来睡觉用 手电筒 如果有晚上 到晚上之后 一定要有手电筒 或者一些其他的照明设施 最后是地图或者GPS 如果大家去的这个地方 不是很熟悉 推荐大家带上GPS 或者是地图 然后呢 如果这个地方 真的是没有信号的话 没有手机信号的话 有卫星电话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 那么以上说的这些东西呢 基本上在户外商店 在这个登山商店 都是有卖的 大家可以去选购 最后我们讲生活用品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这个食物和水 肯定是少不了 我们不能挨饿 如果是夏天的话 要带上电扇 以防中暑 还有这个 如果是冬天 或者晚上过夜 需要带上这个额外的衣服 保暖 然后呢 毛巾 供大家这个 可以洗一下 擦一下 然后呢 洗漱用品 就是说 如果也是过夜 刷牙洗脸什么的 去蚊水 夏天有蚊子多 一定要带上 防晒霜 一定要带上 防晒用 雨伞和雨衣 因为怕下雨 大家提前看一下天气预报 如果怕下雨 就要带上 然后呢 最后的药品呢 包括什么创可贴啦 这个紧急防拉肚子 或者是防中暑这种药 一定都要带上 好的 那么这个 这个 这个 装备单呢 就供大家参考 大家呢 如果有什么 要想加进去的话 也可以往里加 然后呢 最后给大家 如果想要野外驾台的朋友们 几点建议 第一 提前要做好计划 列出我们相应的时间表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那个日程表 提前要测试好 这个所有的设备 确保这个 所有的设备要正常的运作 如果到那里 就突然不能用了 就不太好 而且呢 如果要是说 每一种设备 都要带一个额外的 这个备用 那么就会比较沉 所以不是很推荐 大家要看情况而定 这个日程表上呢 大家要按照日程表 这个时间来活动 来安排 但是呢 这个日程表 又不能安排的太紧 比如说你说架台 只架台十分钟 然后之后就开机 这个不太现实 要给每一项活动的 都留出一些缓冲时间 因为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每一项都留出缓冲时间呢 也给大家就是 不要太急躁 然后呢 也不会出问题 最后我们讲要做好后勤保障 这个很重要 有人会觉得 我们出去就是架台 我们就是通联 我们带电台就可以了 他往往在生活用品方面呢 就忽视掉了 于是最后会出现什么 挨饿受冻这种情况 甚至是说生病受伤 那么我们出去通联 其实更多的主要是玩 所以说呢 这个生活用品 一定不能忽视 大家要把这个 在享受通联的过程中呢 要把这个通联质量 要把这个生活质量 也要提高 那么最后呢 宅台长也是希望大家呢 多出去通联一下 因为呢 野外下台是业余无线电中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部分 大家可以去野外放松身心 这个感受一下大自然 对身心健康都有好处 然后另外呢 可以和几个火腿一起出去玩 大家增进友谊 增进感情 然后呢 同时也可以带着家人 一起出去玩 在野营的过程中呢 一家人 然后呢 玩一玩无线电 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好的 那么宅台长明天 就要去乌鸣岛进行海岛竞赛了 那么也祝所有参加海岛竞赛的朋友们 竞赛顺利取得一个好成绩 祝所有这个野外驾台的人 玩得开心 通联愉快 我是宅台长 七十三 我们下期再见